随着沿喜攻略剧情的推进 里面的耳情也开始黑化 参与到这场宫斗大戏中 作为皇后身边的贴身宫女 她给观众的印象 本来是温柔善良 大戏成为的 但是现在慢慢的就开始黑化了 不仅想要攀容赋凤 还耍心机要干掉被影主 坏到让观众气的骂人 因为自身的角色演得好 被网友攻击的不止她一个 但是大家还是要明白 一点知道角色是角色 演员则是演员哦 像这种评价 真的是对演员的极不公平 剧苏青本人也说过 其实自己在接这部戏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煎熬的 这种内心戏十足的反派 真的很考验人 所以她也会经常的失眠 睡不着 很多人看到她可能觉得 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说到她演过的角色 大家也是知道的 在《美人心记》中的太后张燕 云忠哥里的许平君 《美人如画》里的李明娟 普遍来看 她的古装并不是属于那种经验型的 但是却又非常的耐看 此外 在现代装扮中 她却是非常的高贵冷艳 大长腿也是非常瞩目 各种风格的都能驾驭 此外 她也非常的热爱运动 游泳 骑马 潜水 冲浪 拳击 赛车 样样在行 而且还还擅长画画 酷爱读书 认真了解了这么一个强势又温柔的 女汉子苏青 会发现她身上的闪光点实在太多 尽管因为严反派而被大家骂 她也会学着去玻璃剧中和现实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